三支二习题第九题已经知道平面上两个向量 A向量 B向量 A向量的长度是1 B向量的长度是2 那这边有两个组合向量呢互相垂直 求A向量与B向量的夹角 好那因为这两个组合向量它们互相垂直 所以我可以知道内积会等于0 好那我们呢内积的计算把它乘开 所以5倍的A常平方加上3倍的AB内积 减掉2倍的B常平方会等于0 把已经知道的条件带进来 A常是1所以这也是5 加上3倍的AB内积 减掉B常是2 224428 好所以我可以得到AB的内积呢会等于1 好那内积又等于A常B常乘cosc大 那长度就是1乘以2乘cosc大 所以我们的cosc大呢等于1分之2 那我们的c大是多少 就是60度 好那这样的